行与耻 行 善物不能辨别 这事情很多 是在佛门里面 不在外 外面没有修过佛 不能怪他 每一天听经 每一天念佛 他的念头依旧是自私自利 依旧是傲慢 依旧是有嫉妒 要跟别人去增长短 经也听 没有真听懂 为什么听不懂 用王大师说的 沉浸心不够 那听今 读今 能懂几分 与沉浸心 其正比利 十分沉浸 你得十分利 你真懂十分 百分公斤 你懂得一百分 万分公斤 你懂得一万分 有人问我 会能大死根深修 为什么无足一步传个 会能而没有传个深修 我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法 我说会能有万分成绩 他得万分利益 神秀有百分成绩 他只得百分利益 跟祖师几十年 他所学的的是佛学的知识 能以善道 没放下了 从什么地方看到呢 从那是机子上看到 神秀还深入菩提树 心是民间态 他没放下了 还要天天请佛式 物事也尘埃 你看看 没放下 会能大事 把那修改了 菩提本不属 民间已飞台 本来无一物 后处也沉默 这也改过了 也坚信了 没放下 我写给你 这样 我 写给你